男主是魔王军最强大的魔术师 在他的率领下 魔王军战无不克 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他们就占领了极难攻克的城镇阿森诺 而每次战争结束后 男主见到那些受伤的人类 心中总是充满了罪恶感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也是人类 在婴儿时期 他被魔族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师龙贝克警方 对方并没有在意他人类的身份 不仅抚养他长大 还成为了他的师父 将自己所有的魔法和知识都传授给了他 临终前 他让男主绝对不要脱下这个面具和长袍 如果真实身份暴露 魔王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因此这十几年来 他谨记师父的遗言 从不在人面前卸下伪装 就算是独处也会设置结界 但他没想到的是 坚守了这么久的秘密 今天居然被轻易地发现了 其实男主比少女更想哭 因为他守护了20年的秘密 就这样被人发现了 但战争刚结束 男主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管他 而是将他暂时关在房间内亮一遍 打扫战场的时候 由于男主下令 不准对镇子内的百姓下杀手 但这完全不符合魔族的做法 很多干部都提议 要杀光城镇内的人类 并放火烧毁房子和街道 而男主则表示 如果杀光人类 他们该向谁收税金呢 并且阿森诺是贸易都市 如果没有人居住 该由谁负责贸易呢 所以屠杀人类并没有任何好处 经他这么一说 猪头人也是能够理解 当然这也算是男主能够为人族 做的最大贡献了 他向镇子上的居民们 收取的税金并没有增加 和城镇被占领前一样 这令百姓们感到十分震惊 而在交代完一切事以后 他忽然被神秘力量给传送走了 原来这只是一个小玩笑 这个魔女是魔王军第七军团团长瑟菲洛 是男主的顶头上司 也是唯一一个知道他真实身份的魔族 从小看着他长大 现如今见到他如此实力 也是相当欣慰 而这次找他来 是魔王想要召见他 因为他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占领了极难攻克的城镇 这引起了魔王的注意 来到魔王城堡附近 为了避免被守卫识破身份 瑟菲落在他身上设下了障眼法 守卫们见到他身上强大的魔力 自然就不会怀疑他的身份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通过了第一道关卡 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这是他第一次见魔王 现任魔王第六天 他仅用了一战 就推翻了魔族打不过人类的战况 是魔族最强大的男人 据说他残忍又冷酷 只要是无能的人 不分敌我都通通会被杀掉 而有能力的人 不管手腕或魔力有多差 他都会尽力提拔 单纯的以能力高低去评价一个人 这也为魔王军带来的改变 魔族生来就缺乏协调性 经常发生同族相争 在现任魔王的管制下 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要见到如此强大的角色 男主还是非常紧张的 万一被发现了真实身份就完蛋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魔王召见男主过来 表面上是因为 他仅用了不到一周 就攻陷了那个坚不可摧的阿森诺 而真正让魔王感兴趣的是 他的工程手段 不杀居民 不处罚负责人 以几乎无血的形式开成 这完全不像是魔族的做派 男主立马解释道 他的做法是受到了恩施龙贝克的启发 人类虽然害怕恐怖 但不会对恐怖屈服 杀了人类的统治者 由魔族当统治者的都市 和人类继续当统治者的都市 只要比较两者的生产性 就知道哪边对我军有利 而敢让男主说出这种话的原因 也是在短短的一瞬间 他从现任魔王的身上 看到了恩施龙贝克的影子 对方可能也知道 过去存在的文明 然后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为魔王军带来的改革 所以自己的话 对方应该能够听得进去 带魔王走后 男主瞬间瘫了下来 虽然只是几分钟的交谈 就已经把男主吓得够呛了 回到城镇后 之前见到男主真实身份的女仆 在椅子上睡着了 被男主叫醒后 立马又回归到了卑微的 求放过模式 而男主自然不会杀她 但也不会放她走 而男主在这次战争后 也接受到了魔王的赏赐 这座战争最前线的城镇 从现在开始 就是他的领地了 他的任务 就是保护这座城镇 然后让这里的税收翻倍 这虽然听上去是赏赐 但更像是惩罚 因为这里随时可能 有人足弓打过来 保护已经很困难了 更何况瑟菲洛攻占这里的时候 有点复活 城镇变得破败不堪 别说税收翻倍 维修就要花上很久的时间 为了能够 让城镇快速地恢复正常运转 他让魔王军和人类一起维修镇子 他不仅不过度使用劳动力 还适当地发奖机 工人们的士气大震 他的手下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副景象 人类居然和魔族共同合作 而且工作效率如此之高 这个人绝对是个天才 这人绝对是没法 没法 離れたら損だ アイク様はきっと 次の魔王になられるお方だ